大家好我是白龍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實況 我今天要實況部落衝突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部落已經滿人了 就在前幾天滿人了 沒有錯給大家看一下 感謝各位白粉的支持 在我拍完部落衝突之後 我們的部落已經50人 全數滿了 然後大家都好強喔 我們現在目前最高等的是83等的冰霜 那我在部落裡面的排名是第28位 好後面喔 好啦我就是個新手 怎麼樣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什麼呢 就是在昨天嗎 昨天我們發起了 那個這叫什麼 部落對戰 然後 所以我在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部落對戰這是什麼 雖然我還沒有玩過 不過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解釋 知道他在玩什麼東西 那部落對戰的話 我們的部落是第一次發起 所以有點期待 好 部落對戰是什麼呢 他是長達兩天的史詩級對戰 然後獲得最多新星數的部落 將贏得勝利 勝利 勝利的一方會獲得獎勵品 還有部落經驗值 那 所以多發起戰爭獲得勝利的話 就會增加那個獎勵 那失敗的話會失去大部分的獎勵品 這跟前面講的差不多 什麼意思呢 部落 部落對戰就是 像一個另外一個部落發起對戰 就是一個部落打一個部落 像我們現在這個部落打 Near City 打的對面的部落叫做 Awesome People 然後我們的部落的每個成員都 會顯示在地圖當中 1到50號這樣子 然後我們按右邊這個按鈕 敵方的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進去看 例如我們去看1號的 家園長什麼樣子 長這樣子 好強喔 然後按右 下面有一個 下面按鈕可以按 喔對面選擇出戰的是 45個玩家 喔對 部落對戰 發起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要哪些玩家 哪些成員出戰 所以不一定要全部的成員都可以出戰 那出戰的成員是由那個首領來決定的 就是我們的Near是決定的 OK 所以 看一下喔 我方 我軍 所以我們也是45個玩家 只能選45個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太確定了 因為這個操作我沒有做到 好我們繼續看他的解釋 OK 準備日 在準備日當中 當天 戰場基地可以接受增援的部隊 並且使用你現有的村莊所有建築物進行配置 這個 這個基地會在對戰期間發揮防禦的功效 保護資源和獎盃 然後記得要配置所有的建築物 我們回到主畫面 然後我們按右邊 上面那個有個手的按鈕 那個地方 在配置編輯器當中 可以看到我們的基地 基地村莊跟戰場基地 有兩個 兩個可以編輯的種類 那基本上的話 你可以在戰場基地這邊編輯一個 新的你想要的 那個 出戰的家園的長相 的配置 那 我原本的配置長得像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是我最初的 然後我 我最近把我的牆壁 圍牆啊 都升級 稍微升級了一下 所以 那個 會比較強 防禦會比較強一點 然後有白粉跟我講說 這個 大本營要放在 全部的建築物的正中央 我要保護它 所以要把它放在最中間 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我就把移到中間了 然後之後呢 我參考了很多其他玩家的建築方式 所以我又蓋了一個新的樣子 長得像這樣 我是以什麼 我是以什麼為標準呢 我是以 我看到 這種玩家的蓋法 我就不會想要攻擊他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應該是很好 很不錯的蓋法 不知道各位白粉覺得怎麼樣 如果有 什麼更好的意見 可以留言在下面 讓我知道 所以這是我目前新的蓋法 我把所有的攻擊型的建築物都把它圍起來 多加一層保護 這樣子的話 比較不會被拆掉 對 感覺還不錯 好 OK 我們出去 然後我們把這個當作實用了 設定為實用當中 好 然後 繼續看 準備日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在準備日當中 準備日 就是第一天 它會有 你發起戰戰鬥的 24小時內 可以準備你的 你可以準備你的家園 然後也可以觀察一下敵方的家園長得像什麼樣子 不過在 準備日結束之前 他們的建築物的 那個 擺放方式都是有可能會變動的 所以還是要看最終的那個 家園長什麼樣子而定 然後目前我想要攻打的是2627這兩個 這兩個家園 看起來還蠻OK的 跟我的等級差不多 進來之後可以 除了可以看到家園的長相 你可以按左上角一個 Information的資訊 可以看到它的等級 28等 喔 這個是長老喔 26號這個是長老耶 長老打長老 白龍在部落裡面也是長老 好那我們看27 27 27也是20等 跟我的等級差不多 這兩個看起來都蠻好攻的 不過他們應該還會再改 擺放的方式 有點期待耶 好我們回去 OK準備日講完了 然後準備日 一天的準備時間完之後呢 就是戰鬥日 所有人都可以在戰鬥日 就是發動兩次攻擊 對敵方造成損失 以最佳的進攻為準 然後 所以部落的策略是關鍵所在 在部落對戰中 進攻並不會讓你的護盾失效 或影響到獎盃的數量 也就是說 部落對戰是完全獨立的一個 戰鬥模式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發起兩次的攻擊 這是很重要一點 他會選你兩次攻擊裡面最佳的攻擊紀錄 OK所以 我們現在的時間剩下兩個小時之後就可以打了 好期待喔 OK 第四點 對戰結束後 戰利品會 獎勵會送至你的部落城堡當中 贏得對戰也可以 為部落賺起大量的部落經驗值 你可以在對戰結束後 過一段時間 查看對戰結果和重播紀錄 也可以瀏覽 部落之前更早期的對戰 給大家看一下 部落有一些功能 那這些功能的話 就是靠 鑽起部落經驗來升等 然後 把你的部落等級升高 就會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好處就是了 OK 所以大概就講到這裡 好 好期待 好期待 剩兩個小時 我們目前的部落對戰的上面的文字的講解就講解到這邊 那下一部影片應該就會拍一下 那個我打的過程 然後還有我們 我們部落是勝利還是失敗 所以在打之前最好是可以跟那個成員溝通一下你想要攻打的玩家是幾號 那盡量不要選到重複的 我記得好像 我前 昨天有問一下那個其他的成員 他沒有說就是盡量不要選到同同樣的那個成員攻打 因為每個人好像只能選擇一個吧 這是什麼 喔 這是對方的隊伍 看一下 欸 我們的獎 我們獎盃的總點數還比他對面的高耶 我看一下對面是哪一個國家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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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對戰紐西蘭 可是他們的部落等級4等 我們才1等耶 我們超新的 OK 好 然後在 在部落對戰中 你可以顯示 你可以看到所有人的兩次攻擊 的狀態 然後獲得了星星 然後還有 就是成功防禦的次數 好 那這集實況就大概排到這邊 大家期待嗎 我好期待 好 這部影片都到這邊喔 我是白龍 各位白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